我記得他有在直播說過 他原本怎麼買這麼貴 他的便當盒4塊 他那個廠商我們去找一下 他剛剛那個盒子廠商好便宜喔 我們都買比較貴 這個我要研究一下 這個是不是 他因為這支影片 他現在也是我們的客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LLY 歡迎來到我們的WILLYM創業系列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邀請到一個重量級的來賓 他在全台灣的包財界 是全三大的供應商 那我們很開心的邀請到我們的王子欣展 大家好 我是全球外帶包財供應商 旺輔國際企業最帥CEO 重點是最帥CEO 剛好在跟黃老闆聊天的時候 我就說 待會我可以怎麼稱呼你 那非常有自信的就告訴我說 直稱我為最帥CEO就好 其實我跟萬福這間公司 我們也算淵源蠻深的 我們大概在三年前開始合作 也就是我創立一間餐廚這個品牌 那其實我那時候對於快餐這個領域 真的算是懵懂無知 那也很開心 那個黃老闆不嫌棄的 在那時候接待我們 然後也給我很多很多在 外帶這個快餐領域上的一些專業建議 所以今天這場訪談 我相信可以提供給大家 不管你今天是對於餐有興趣 亦或是你對於零售通路有興趣 我們都可以在這場訪談裡面 獲得非常多的收穫 那首先我想要詢問一下 就是黃石敬長 當初你怎麼會進入到這個領域 進入到這個所謂的包財領域 以前您是從事什麼樣的行業呢 我從以前就是在這個行業 但是在別人那邊做業務出身的 然後其實一開始會創業沒有想那麼多 我只是為了要讓自己或身旁的人過得更好 就跨出了這一步 那會選擇包裝行業 主要有幾點因素 就是說 第一就是它體量夠大 那第二就是周轉率快 那周轉率快就會 營業額就會比較高 比較高 對 然後第三點就是 它是可複製性的 然後第四點就是沒有天花板 然後也有考慮到所謂的 賣器材只能賺一次的錢 賣耗材跟醫生也是賺錢 一直賺錢 對對對 當初你在成立萬福 那時候是幾歲的時候 28歲 28歲 所以你在28歲以前都是從事相關產業 是 大概從事了多長的時間 9年 9年 所以等於說你是 19 19歲就已經開始投入這個產業 那你在過往 工作這9年間 有沒有遇到比較 覺得辛苦或者是 難忘的事件點 真是挫折 我覺得創業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 像 吸油記 彈身取吸金一樣 只有 所有的犯錯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就不管是員工的問題 然後跑調節委員會 還是說 商品的問題 稅務的問題 這些很多的問題都是 那時候都有發生過 一開始大概花了 譬如說多少錢 或者是我們怎麼把這間公司給籌備起來 那時候我28歲 然後大概有存了幾十萬 他也有去借了 借了青年創業貸款 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說 我那時候去借青年創業貸款 想要借三百萬 但他只給了我一百萬 那他跟我說了 青年創業貸款是借給有實力的人 真的假的 對 在高雄嗎 是 那你後來還有回去嗎 就是頂著最帥CEO的這個稱號回去說 我現在這樣有實力了嗎 我沒有回去 但我那時候就下定決心說 我想 我一定會讓你 再拿更多的錢來主動借我 對 那後來也有達成 也有達成 對 所以你後來有再去 跟這個人見當面就對了 有有有 他自己主動來 他自己主動來做 所以當初等於是花了差不多 一百四十萬 啟動這個行業 一百四十五差不多 一百四十四五 所以有了 第一步我們有了創業資金 那你開始怎麼去計畫這一切 第二步是什麼 那其實一開始的想法 只是為了要讓公司可以生存下去 其實都不會想到後面的問題 然後就是 我認為就是在 做到第三年或第五年的時候 就要靜下心來去想 總目標是什麼 去定你的方向 那你才會往這個方向跟 目標去前行 那以我來說我的目標是 IPO上市規跟連鎖花 那我就會往這個方向去進行 那我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是以 賣什麼樣的產品 因為一百四十萬 我相信不管是囤貨 還是等等各方面 應該都是會有一些些的壓力 以我的理解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以 專攻哪一個品項為主軸 我們一開始其實就是 我們這行業其實是幾千樣的東西 那我們一開始就 幾千樣的東西都在賣 那我們一開始是有留所謂的預備金嗎 周轉金有 就是我們盡可能的會去跟客戶收現金 一開始都是以收現 我們一開始大概租的廠房大概多大 大概六百坪 六百坪 那時候的租金一個月大概多少錢 六萬多塊 他是空地蓋起來 還是他本身就是一個蓋好的廠房 本身就是蓋好的廠房 那我們除了這個租金以外 我們投入了多少的預算在裝潢方面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建置 其實一開始沒有什麼多餘的資金 就是可以自己來的 自己有期的什麼都自己來 所以等於前面就單純的廠房 然後獲進來就開始做了 對 那剛開始怎麼去找到客戶 其實就是挨家挨戶的拜訪 那以我的個性其實 我不太喜歡說話 我覺得我不適合做業務 但沒辦法 身處模式 決定行為模式 剛開始創業的時候做業務 覺得有沒有碰到什麼樣的挫折 或讓你覺得難忘的事情 創業前三年其實被倒了蠻多的債 倒債是什麼 就是 可能我們送貨去的時候 鐵門關下來 當場沒有收到錢 對 那他可能會叫我們就下在門口之類 那下次再收 可能下次就不見了 這樣子大概累積了有多少錢 你有印象嗎 被倒的債 比如說在創業的第一年 應該有六位數 有六位數 這對剛開始創業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一開始 可能第一個月 或者是前三個月 就把營業額做到 可以讓公司活下來的狀態嗎 其實一開始 因為我們剛出來 我們這個行業 其他間 大概都做了二十幾年 那我們那時候剛出來 其實市場也不認識我們 對 所以我們也只能採取 國利多銷的政策去做 那後來因為有接觸到 進口越來越多的東西 然後賣的東西也越來越特殊化 然後我們有走出我們自己的同路 這樣 前面所謂的薄利多銷是多薄利 就你有印象 就是你在創業的第一年的時候 一個月的平均一夜可能是多少 然後大概賺多少錢 在剛創業的第一年 剛創業的第一年 其實每個月都會做到七位數 但其實算下來都是 七位數是 就是七位的Range很大 一百萬也是七位數 九百九十萬也是七位數 這個 黃大帥哥要 我們要定義一下 大概每個月都會有 三百至八百萬 中間的Range在亂動 其實算下來都是 賺自己的薪水而已 賺自己的薪水 對 所謂的薪水是指說 一般上班族的薪水 還是老闆應該拿的薪水 比上班族還要好一點 那我們在第一年 營運的這個過程 他是每個月很穩定的上升 還是他有碰到一些 像是亂流啊 起伏不定的一個營運狀況 我的話是 每個月都有穩定的在上升 我可能算運氣比較好 那你當初在開發客戶 有給予自己設定什麼樣的目標 或者是策略嗎 其實做到後面 我們比較注重在 營銷方面 因為我認為說 營銷只要做得好 其實可以省掉很多 大量的時間 去做銷售這件事情 銷售指的是 業務的 比如說愛家愛戶的拜訪 是 所以你最討厭做的事情 大概只做了多久 大概前一年 前一年都有在做 前一年就是 你一個月 會多跑幾間新客戶 其實那時候每個月都會 穩定成長 四五十間應該有 四五十間是 成功有轉換成的客戶 那總量 就是你總共跑多少量 然後最後成交四五十間 應該有上千間 一個月下來應該有跑上千間 一個月跑上千間 所以等於算5%的轉換率 對其實蠻低的 那你有什麼步驟或流程 就是你的SOP是什麼 比如說 進去拜訪 怎樣提高那個所謂的成功率 其實我覺得就是 要放下面子 就是如果你要面子的話 其實你是走不進去 你怎麼去克服這個心魔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對於很多人來說 第一個是面子放不下來 再來是很容易 因為一點點小挫折 就選擇放棄 但是你是怎麼去克服自己 這一段的心魔 還是老話一句就是 我認為說 我要活下去 然後才可以走到最後 對 那一開始 這個所謂的 每個月跑一千間 都是由你親自拜訪嗎 還是可能 團隊裡面有一些分工合作 前一年的話都是我自己一個人拜訪 等於前一年所有的這些客戶 都是由你一個人去打出來的 那我們第一年大概做到多少 總營業額你還有印象嗎 第一年的話大概就是幾百萬吧 總營業額幾百萬 非常的厲害 那我們開始在第一年穩定下來 因為我們第一年是通過所謂的 挨家挨戶的業務式拜訪 地毯式搜索 進而把我們的整個業績量提升起來 到第二年我們開始意識到 也就是營銷的重要性 那我們開始怎麼去計畫這些 我們開始帶入了線上 就是以萬福的結構是說 我們線上線下跟外銷我們都做 對 所以我們有空軍也有入軍也有海軍 那我就是一個三軍總司令的概念 然後就開始 不管是做營銷還是做X1化 還是說做所謂的事業加1 或者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做品牌 這些我們都有持續在做 開始在做所謂的線上通路的時候是 2011幾年? 2018年嗎? 2017 2017的時候開始做線上通路 是怎麼樣意識到這個通路是有機會的 那時候蝦皮剛好這個平台剛好出現 那我們算是第一批進駐蝦皮的人 也剛好有踩到時代的朋友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契機 讓你覺得想要把貨拿到蝦皮上面賣 我的另外一半有給我這個建議 OK 所以它是這個蝦皮的重度使用者嗎? 它算是 一年大概在上面貢獻也是七位數八位數 它算蠻重度的 所以就是雖然在上面有花錢 但也有學到東西 好 那我們剛開始在做蝦皮 就是有沒有什麼樣的策略 可能讓大家可以搜尋到我們 或者是讓整個業績再把它往上提升 就是線上通路這一段的策略 應該是說我們看得比別人遠 所以我們事先採進了蝦皮這個平台 那時候我們這行業在蝦皮上販賣的就只有我們 也就是說我們是在喜馬拉雅上賣礦錢水的概念 那基本上我們照片拍出來 然後上架之後就可以賣了 就一定會有來尋問 會有一定的流量 它就是一個空軍的概念 就是你Google搜尋的話 搜尋視頻行業基本上我們都是第一個 OK 所以在我們創業第二年 線下端還有什麼新的策略 就我們多了線上的通路 線下端我們還有再去做什麼樣的開拓 線下端因為我們算是 營銷做得比較好的公司 那我覺得是 我蠻相信吸引力法則 就是我相信成功會吸引成功 那因為我們營銷做得好 所以很多的連鎖店 它會自己主動來找我們合作 當初我們在營銷的部分 除了有做線上的蝦皮以外 我們還有做哪些去吸引到 這些所謂優質企業 不管是FB的粉絲業 或者是IG或者是YT 其實我們都有嘗試切入 所以大概在18年那時候 我們是有已經在經營所謂的 臉書這一段 臉書這一段跟官網 我們大概在同一個時間內 就是跟蝦皮是同個時期的 在蝦皮之後一些時間 然後就等於第二年是很專注的 把這個所謂的公司跟品牌的形象也建立好 那你在建立的這些過程 你覺得有沒有哪些意料之外的驚喜 比如說當初只是想說弄個官網 或者弄個臉書 意外的可能為你帶來很多搜尋 或者是很多不一樣的這種契機 其實有蠻多意外的 就是說我認為土B的客人 他不會上蝦皮去跟我買這些 所謂的耗材的東西 他們可能會直接 以線下的形式來跟我交貨 但其實結果蠻出我的意料 就是很多連鎖店 其實透過蝦皮 得知我們這一間公司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行合作 那我們在創業第二年其實 就像您說的 我們事業慢慢上軌道 開始賺錢 賺了錢之後 就一定會有人手上不足的問題 那我們開始請了人之後 你覺得在這個所謂的人員 不管是訓練 教育培訓上 有沒有碰到比較大的 令印象深刻的挫折 因為像您剛剛有提到 所謂的調節委員會 是什麼樣的一個事件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時候剛創業比較不懂 就是說 這個員工就是 可能表現比較不理想 打他 沒有沒有 我就直接跟他說 明天可以不用來 但我那時候 因為創業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不能直接這樣跟人家講 對對對 那對方後來也是說 他主要目的也不是說 要 要幹嘛 就是 想要 免費衛生紙 然後 隨著公司規模越做越大 人員越來越多 但其實我覺得就是心態的問題 我們心態比較調整好 然後 員工其實他們都是知道 每天 每個部門 甚至每個人 他們各司其實要做什麼事情 我認為老闆最重要 只是把 打造出一流的系統 讓員工去運用 對 那我們一開始怎麼把這個團隊 一步一步建議起來 比如說我們 一開始 穿越第一年是兩個人 三個人 到第二年可能我們有五個人 六個人 慢慢就組建成一個團隊 那你怎麼去 比如帶他們 或者是跟他們溝通 我到現在主要都是對主管 主管會去對應他們 這樣 那我們在公司 第一批培訓主管的時候 有沒有碰到比較大的阻礙 其實員工問題一直 剛創業來說 其實一直都是存在 就是說 他們的想法 跟我們的想法 一定是不一樣的 我們一定是會有衝突性 對 那 還是 還是觀念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當你觀念 調整到正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發生任何的事情 或許就不是 這麼大 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調整他們這個 所謂的觀念 因為我覺得 就像您剛剛有提到 勞資雙方 看似是對立 但是成功的公司 或者是企業 一定可以把這個 所謂的對立跟衝突感 給 消逆掉 那一定有老闆的獨到之處 因為每個人 老闆用的方式 是不太一樣 你通常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把這個雙方之間 價值觀 或者是觀點上的對立 給抹平 最後我學到一個觀念 就是說 就是說 我認為 員工 沒有一個員工 會想要忠誠於老闆 那 其實他們也都是為了他們 自己的夢想而來 那 我們公司盡量就是可以做到 提供比第三方更大的價值給他 他就會願意追隨我們 這樣 對你而言就是 什麼樣叫做有價值 有價值 就是說 我 我對我們的主管都會說 你有什麼慾望 其實我都會很明確去問清楚 他的慾望在哪裡 有的人可能是因為他想要賺比較多的錢 有的人是 其實他在工作上他有成就感 他想要在一定的地位上 那隨著每一個人 他們想的不一樣 我們會放在不一樣的位置上 OK 那我們在創業等於第二年之後 我們是有去做 比如說把我們的廠房 給擴建更大 或者是去移位等等之類的嗎 有 基本上我們創業前五年 大概就是賺的錢 通常都看不到 就是又繼續再投入 萬輔在我們母體的行業上面 這樣 所謂母體行業值的是 就萬輔這間公司企業 那當然後續我們有做了很多的 所謂的事業加義 對 那我們大概換了幾個位置 因為我現在所處的這個 這個是有千坪大的廠房嗎 有 我剛剛看後面好像是可以平直升級 沒到那麼誇張 我們當初就這麼大嗎 我一開始租就大概是這邊的一半 一開始就租了500坪左右 然後這邊是大概萬輔成立幾年 只有移過來 差不多第三年或第五年的時候 就把後面的倉庫又給租下來 那我想要請問執行長 就是當初你有沒有印象稱刻 比如說在創業初期接到最大的品牌 因為我們都一直是以這個所謂的 包財為我們的商業主軸 我相信我們一定會遇到很多優秀的品牌 有沒有哪個印象對你來說是最深刻 然後它幫助你的企業就是算 那又上到一個不同的階層 我覺得你這一題是陷阱體 就是我說哪一間都不對 但如果你真的要我說一間 以目前現有倉飲業 比較有規模體制都比較完善 甚至有上市的應該是王品集團 當初怎麼會去接洽到就是王品的這個 還是是他們來跟你們主動接洽 我們後來賣的東西都比較趨向於 那這個東西也是他們比較需要的東西 那當初在接洽這個所謂的優點規模 或是上市公司的這個餐飲企業 有沒有覺得可能他們有什麼特別規矩啊 或者是一些覺得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其實蠻好相處的 其實越大的品牌相處起來是越融洽 那有遇過相處起來比較不融洽的品牌嗎 也是沒有啦 都蠻好相處的 都蠻好相處的 那我們不講品牌名 我們就講經驗來說 有沒有遇到你覺得很難搞的客戶 其實問題比較多的會是拖帳吧 就是原本說好什麼時候要收錢 然後會一直拖這一次 有遇過拖多久 可能有一兩個月都有 那這種客人我們通常就是收完之後 就不會再配合 哪一間啊 我們現在就是公開呼籲一下 是不好講吧 那你有曾經遇到被倒在最大筆的金額是多少 我算比較好運 我創業前三年的時候有被倒大概幾十萬而已 後來我們因為我們堅信這個原則就是 我們盡量可以的話就不會再給客戶越減 就是收現金這樣 以像這種行業來說被倒幾十萬是算小還是算大 其實算蠻小的 因為就我知道就是有幾千萬的都有 幾千萬 那可能他被倒一次他其實要再爬起來其實是蠻困難的 那我們在現在的規模其實也越來越大 我們也是在全台是非常數一數二的 那我們是怎麼去把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商業護城河給搭建起來 所謂商業護城河就是別人 可能不敢跟你做同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些很強大的優勢 應該要分幾個面向說 就是說 以人員來說萬福有一個很年輕的團隊 那他們目前正在用一流的系統去替大家服務 那產品面的方面就是說我們持續的開發出新的產品 用創新去取代傳統 那你說運營方面我們也持續朝著ESG、FSC 然後碳中和跟綠能環保去前進 那不管是倉儲方面還是說 附加價值 我們萬福有提供一對一樣品式諮詢服務 你所有的商品的問題其實都可以在這邊做到解決 然後數據資料庫我們也會提供給客人 就是說你這個電型開在哪裡比較容易成功 或者是哪些包材比較適合你的食材去做穿搭 那認證方面不管是ISO或者是SGS 我們萬福都有這些相關的認證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客戶買得安心也用得安心 那以上這些綜合幾點我認為 萬福是屬於一個重資產的行業 其實它要被跨越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 等於我們已經在這個事業的母體上面 投入很多很多的資金進而去堆砌出一個 堅不可摧的堡壘是這樣嗎 可以怎麼說 像你剛剛有提到一個我覺得很棒 就是所謂的資群式 那其實我相信有很多的品牌甚至是創業家來諮詢過 那就你過往的這些經驗 所謂來諮詢的這些新創品牌來看 我們先不講就是如何成功 因為我覺得成功運氣成分 就是你覺得就是哪些創業家 他可能在準備自己的事業上 哪些點沒有準備好就是一定會失敗 就你過往這些經驗 比如說我們單就飲料行業好了 飲料一直是這幾十年來的很熱門的課題嗎 那當一個人老闆來找你 他說我要做飲料品牌 然後可能跟你share哪些事情 就知道他可能會失敗 你會怎麼去評判 我覺得飲料的市場已經變化不大了 就是說如果你要玩資本 你亡不贏那些大間的 那如果你要做差異的話 你要以目前現有台灣的飲料的品牌 這樣加起來 其實品類該被佔據的都被佔據完了 如果你還是堅持要做飲料店 我是會覺得會比較難 成功率會比較低 所以你通常會直接這樣跟客戶講 我可能說老闆我要來做飲料店 然後我請他做什麼樣的杯子 你會直接跟他說不行我覺得失敗 我不會直接跟他講 我會跟他說 如果你是以自營商的概念 就是說你想要求一份 比在外面上班族更好一點的薪水的話 你是可以做的 但如果你想要做大的話 你要去想一下 那如果他要問你說 那我要想哪些事情 其實要想的東西很多 就是不管是商標的問題 專利的問題 還是說連鎖經營方式的問題 還是稅務的問題 其實創業不是大家想的這麼容易 那有沒有哪一個品牌是讓你印象很深刻 可能他當初剛來找你的時候 你內心也不是這麼看好 但他就很意料之外的 就是做出了一定的成績 好的我覺得可以講 我覺得 久握國際集團的健能商組 我印象蠻深刻的 怎麼說 我記得當初配合的時候 好像才兩三間吧 那做到現在他已經是 多品牌的國際集團 國際還沒努力努力 努力往國際邁進 所以當初在接洽我們的時候 你也是抱持著就是 這個可能不知道要拖我多久 這樣的這種想法 沒有沒有 我們萬福的企業宗旨 就是客人家人 我們希望你越來越好 我們才會 你好我們才會好 那我們其實很喜歡輔助一些 原本只有一兩間店 讓我們共同成長到 你們做到十幾間二十幾間這樣 假設今天如果是您要投入這個健康餐的產業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頻道很多的觀眾 他也正在籌劃這個創業 那其實對於選品類來說 他們也是非常的 一直在思考 到底該怎麼做 那就您的這個視野高度 您會給予他什麼樣的建議 就是他現在投入健康餐 我現在就是來一對一資訊 健康餐通常他們選擇的都會是 環保餐餓居多 因為主要是形象的問題 讓人家吃起來健康 然後可能比較不會那麼多元 所以他們選擇的產品都會算是比較精緻一點 是是是是 所以就是可能環保餐盒符合這個現代的這個議題 然後產品稍微把它做精緻一點 那您怎麼看就是這幾個月 網路非常的這個話題 討論度十足這個Toys的飲料店 我看過蠻多他的影片就是說 他的客群其實是覺得他的飲料是好喝的 所以你覺得說他接下來有機會發展成這個 百間以上的連鎖品牌嗎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他提供的價值 我覺得是有讓他的經銷商去賺到錢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一件事情想跟執行長聊 就因為當初我們有拍一部影片 就是在講述這個館長大大的餐盒 那我們剛好就引用了一些專業的資料 那當然這部影片後來也在網路上受到蠻多的熱烈討論 那我們有因為這支影片帶來什麼樣的 比如說好的效益或壞的效應 館長開了這個脆皮豬燒肉棒 那他因為這支影片他現在也是我們的客人 那其實以館長的實力就是 我們其實也是蠻看好他在全台灣是可以開好幾間連鎖品牌出來的 從哪個端點你認為說他有辦法做到這樣 我認為他資金量或者是人員方面都是蠻充足的 那我們在這個交涉的這個過程中 他有對於你們的這個提供的這個成本是感到非常的意外或驚喜 原來 我記得他有在直播說過就是 你們的就是他原本怎麼買這個位置 然後他有嚇到 變當盒4塊 他那個廠商我們去找一下 他剛剛那個盒子廠商好便宜喔 我們都買比他貴 所以這個我要研究一下 這個是不是 他有嚇到 那你怎麼看這中間的價差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賺合理的利潤 合理的利潤 那接下來我想要詢問就是執行長 萬福我們有什麼樣的中長期的計畫 IPO上市櫃跟連鎖 連鎖化經營是我一直以來的 以中為時的商業目的 我們目前的這個一去年來說 我們年營收大概落在什麼樣的區間 這可以講嗎 大概 9位數 9位數 又來這個遊戲 是1億嗎 還是9億 這個區間有點大 我們把這個區間大概縮小一下 我們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做為全台的這個龍頭產業 未來是要IPO上市的 這個私底下說好 那執行長 假設我們這是一個狀況劇 如果說你現在歸零 一切重來 但一樣你是投入這個所謂的包財產業 但是你的 以中為時的目標 叫做超越萬福 你會怎麼開始 我會建議你說 那你既然想要超越萬福 那你就先去萬福上班 然後 盡可以的表現自我 然後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再出去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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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收集更多更多的質詢 為自己做準備 那 那黃哲英長這邊有沒有什麼 可以分享給 不管是正在創業 或未來想要創業的 就是一些 座右銘 以我來說應該是莫萬初衷 因為我覺得 我們有能力的人 應該要幫助更多的人 然後當我們在嫌我們散男看的時候 別忘了別人還在領域 這樣 OK 為什麼這句話對你來說的 啟發或者是影響這麼大 是因為什麼樣的事件點嗎 讓你認為說 這句就是 我覺得對我人身來說 非常重要 我覺得正向循環是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我們對別人好 然後相對的 我們哪一天會受到別人的幫助也不知道 好 其實今天非常的開心 可以邀請到黃哲英長 來上我們的為你創業系列 那我覺得我在今天的這場訪談之中 也獲得到了非常多 包含了我們在創業前 其實也不是重要的順利 我們也是累積了9年的工作經驗 並且在同一個領域 真的把自己的專業知識 以及所經歷的問題 全部累積到定位 接下來 我們靠著 也不是非常多的創業啟動資金 包含了這所謂的輕創貸款 來開啟我們的事業 然後 永不放棄的這個 算是勇氣吧 愛家愛戶的拜訪 讓自己的公司活下來 接著運用 自己所能夠運用的資源 去做各種嘗試 包含了所謂的 蝦皮 或者是去搭建我們的 自媒體相關的內容 一步一步去壯大 我們的這個事業 其實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邀請到就是 黃執行長來跟大家 分享這麼多這麼多的內容 那最後也請黃執行長 介紹一下萬福這間公司 萬福是一間 自立於開發環保餐具的一間公司 那它除了環保餐具以外 其實我們提供各式各樣的包材 那我們近幾年也一直在改善 它所謂的便利性跟 專人性 然後再帶入客製化印刷 幫助客戶有自己的品牌識別 那我們也一直秉持著我們的宗旨 就是說 即使是一次新用品 也需讓顧客用好每一次 我們希望把最完美的商品 跟最優質的服務呈現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對於我們有認同的話 歡迎來我們萬福的官網 預約樣品室來看看我們 好那最後我們也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針對吃的方面大家覺得好的包裝 能夠為你的選擇帶來所謂的加分嗎 一會二不會三 其他歡迎在下方留下你的看法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追蹤IG 我是William創業的陪伴者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